好 今天的大開箱呢 先預告一個東西 叫BenQ的一個 厲害的導播機 哦這個聰明耶 直接趁能吃電 各位看我後面這邊是BenQ的導播機 BenQ的導播機可以接32路外部的無線相機 無線手機 你可以自由切換 導播吃菜 因為不會有導播 每個攝影師都是導播 自己切進去 攝影機接了它的圖傳之後 進電視 進導播機 然後就直播了 第二個 你可以把手機APP打開 就進了系統 總共32套裝備可以進去 手機當然也可以進去 那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那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沒有手機可以用 好今天的關鍵要講的是 3200導播機 這台導播機呢 來自於台灣的 呃 陽明公司 三年保固 這家公司很奇葩 它不上市 不上櫃 沒有在跟你玩那一套的 就專心做設備 專心開發設備 在華人世界當中呢 他們的導播機是 堪稱行銷全世界 賣全世界的一家 那他們不上市 不上櫃 不走捷徑 認真 一步一腳印 在這個廣電設備上面 耕耘 大陸的市占率很高 陽明在大陸的市占率很高 歐洲 荷蘭 日本 各個國家 他們都有 銷售 這個產品呢 我們從年輕用到現在 還是很年輕 從二十幾歲 用到現在已經快五十了 還在用這些東西 他的東西穩定可靠 各家電視台 還有那個 媒體公司 還有那個 製作公司 都有選用他們的裝備 那這個開箱價值19萬 歐 來了來了來了 歐買尬 來了來了 好 退 那 歐 進一杯啊 開 十九萬 好 箱子可以退 這裡呢 我們是 主要這是 他的box 我們來開箱 看他裡頭什麼內容 啊你 你買達恩西要幹嘛 你後製要用 現在要求到那麼高 要求到那麼多 都要調色 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好 OK 那麼 3200的架構 那裡頭就是 SDI的架構在裡面 那整個架構 就是這樣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 他精彩的面板了 重量呢 大約是3公斤 3公斤 這是他的switcher 那我們再來看 他的panel 這個小貓讓我變直的 找一個直的那個 直的 哎呦 panel 他的面板 control panel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台灣No.1 然後 那個 你講台灣No.1 人家就 台灣No.1 吼 Gun TAR 吼 吼 那個 小粉紅就會在那邊 Gun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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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看那個 台灣No.1 結果 那個美國人在弄那個 弄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大陸的那個 線上的 打遊戲的 打到他那個 清金暴露 快要瘋掉了 他就一直喊 Taiwan No.1 原來這麼好 容易去駕馭 人家的情緒 只要喊 Taiwan No.1 就行了 那這個panel呢 基本上 他在台灣 絕對 足刊是 Taiwan No.1 看的 哇 大氣 沒得說 沒得說 就是什麼尊業 就是什麼尊業 總共可以做到 巴露的 巴露的 分割畫面 巴露 一個畫面當中出現巴露 然後呢 Chroma Key Key Program Key2 Key3 Key4 Logo有 Logo2 Doun3Key也有 Doun3Key有一組 兩組 兩組Doun3Key Logo兩個 那麼 Key1 Key2 哇 這個 可以開到八個畫面 一個畫 一個畫面 你都可以開到八組畫面 八個畫面呢 ㄟ ㄟ 這算了一個畫面 ㄟ 這啊 這沒雙霸啊 沒有雙霸 所以 那 那我幾乎肯定了 它那個 呃 開 分割畫面應該是模組畫的 應該是模組畫的 它沒有辦法讓你做各自 但是模組畫做到八分割也是不便宜的 好 巴露的部分呢 那我們讓你看一下後面 它總共的架構就是Panel 然後 主機 啊我猜囉 那總共19萬 你袋子都直接濕了 還是慢慢濕 有人對於這個膜呢 要回收 我是直接就 就像對女孩子一樣 直接就把衣服撕破了 好東西今天開箱19萬哦 19萬把它開下去 哇哦 我再一一跟大家解釋後面的Panel的用途 然後那個 街頭的用途 首先是POWER POWER就是怕誤觸 所以有一個保護蓋 那麼這裡是散熱孔 散熱孔 然後這是散熱馬達 來從這邊看這是POWER IN POWER IN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U-P-G D-C-IN TALY TALY有啦 G-P-I 印也有啦 然後 RS-232也有啦 42也有啦 好 接下來 這個OUTPUT的這個 VDOUT的部分呢 這裡有 123456 OUTPUT有6路 這裏是6路 這裏是6路 這個配置有點奇怪 印的部分有12 12 12 現在已經不給 不給LOOP了耶 現在不是每一路都LOOP了 現在就是LOOP只有給你6路LOOP 但是 這6路 會對應這裏6路嗎 不會 可以設定 要看設定 那這個時候是因為 我們為什麼要這個 OUTPUT的設定 因為我們有時候 Program在拍螢幕的時候呢 我的螢幕要出的畫面 不是我的Program 是我的另外指定的畫面 這樣才不會回溯 所以在這6路當中 你必須要去去設定它 那GBI也有OUTPUT 好 AudioOUTPUT 兩組 所以講究呢 有Reference IN Reference OUT 同步訊號 然後HDMI的部分 你的印有 這殺小怎麼那麼多啊 總共12路啦 其中8路是 SDI 4路HDMI 哇這個機器就真的太划算 那啥事什麼小事都能做了 那再來 Input的 Audio 對不對 1234 總共4組 可以進去 UP的兩組 然後Tally 很完整的一套導播機 PEI都吃喔 所以是 PE訊號60的 60 30 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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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的 也都OK喔 2997的 也都OK 陽明的導播機呢 基本上在國際市場上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專業人士還有電競比賽都用這個裝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專業的器材呢 沒有配 這是RAC的這個耳朵 用來鎖RAC用的 這有給你 RS4232線 然後Adabuda 4PIN的Adabuda電源供應線 妙的是 沒有說明書 可能太專業了 沒有說明書 對 都電子化 一大本怎麼印 好 我們看接線 首先呢 我們的Panel跟主機之間 就是靠了這一條 RS232 這邊 對應到 下面 好 對應好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面板的Control Panel 這台機器呢 在我們如果在以前真格大要買的話呢 如果買4A的話呢 或者是JVC的 或者是 那個 很多美國的牌子 都要破百萬 在以前買都要破百萬 那 現在12路呢 12路我聽到最貴的大概250萬 兩三百萬 現在的12路 居然少了個零 19萬就可以買到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 Data Video 陽明 所做的 S1 3200 12路導播機 大畫面 電競分割 很屌 很牛 做直播 拿這個就對了 太兇悍了 我的天啊 那麽 接下來 爲什麽會買這個裝備 跟大家說明 因爲現在的尾牙都線上了 到線上尾牙 那麽線上尾牙呢 就不會有太多的這個群聚 所以呢 那就必須要有更多元的影像 拍攝 讓大家可以玩得更精彩 所以就會形成現在這個樣子 叫做 線上尾牙直播 線上尾牙直播呢 為了豐富呢 所以現在也投入了12路的一個直播應用 這一點呢 也請大家注意市場的趨勢 那今年呢 大家都辛苦 但是呢 吃不飽也餓不死 沒關係 繼續拼 繼續衝 勇敢的去做 好 我們來看問題 這個太專業了 大家都問不出問題 果然 遇到這種高價 比較專業的器材呢 通常大家的問題都不會太多 好 我們感謝各位 待會帶大家去看 一個特殊的EOP裝備 BankQ的WDC-20 BankQ WDC-20 正常來幫忙收 好啦 你也順便摸一下 好 那我去另外一邊 來 來 來 那這台 拉過來 啊 這樣看著角度不太對 各位看喔 角度在這邊 你深 你深眼睛 長眉毛沒有見過的裝備 各位看 可以切32路喔 可以切32路的裝備在這邊 這個 BankQ 那有了這個裝備之後呢 你只要 像這樣子 攝影機 接螢幕 螢幕接HDMI-2 就這樣出去了 那出去呢 會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到這個 接收器 接收器有四個天線 HDMI-2 到電視上 然後手 總共可以接32個裝置 好 我們來看這邊 這裡也一台 S1H 各位看一下 這到電視上去了 總共可以接32台裝置 畫質還算清晰耶 缺點是會閃黑 但是直播就算了 直播沒有關係 就讓它閃黑 直播的要求 不會像那個 廣播電視 那麼一樣的高 所以呢 這個 一個 非常少見的 BankQ WDC-20 這套裝備呢 是會議用的裝備 用來 用來幫大家 進行 會議視訊的工作 那我們拿來做直播的工作 拿來做直播的工作 像現在這裡就是了 這個裝備 按下去 各位看畫面準備切囉 再按一下 這過來了嘛 然後我再到另外一邊按一下 這邊 現在綠燈嘛 不是它 按下去 就是它了 然後就出現在電視機上面 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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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導播機 手機導播機 我們掌握了這個 全底下最厲害的裝備 這邊也是 畫面都可以自由切換 簡直就是 太炫炮了 聲音的部分呢 來自於TNW-1 清晰度如何 聲音的清晰度 有沒有炸裂呢 聲音的部分 來自於TNW-1 清晰度如何 聲音的清晰度 就這一支麥克風呢 就簡簡單單的 一支麥 一支麥 那麼就可以 進行收音了 黑粉雷哦 謝謝哦 那 我們感謝 恩客直接就消費了19萬 買了一支 導播機 感謝恩客 買了一台19萬的導播機 謝謝恩客 謝謝 謝謝 距離跨越 我們能夠跨越多遠 那 啊 在啊 這個 手機呢 到這邊來 那我要找到 谢谢大家 BanQ的植母畫面可以四個 四個植母畫面 那聲音保證是很厲害的啦 聲音保證清晰的 現在要幫大家做的是距離測試 就是看我後面這邊的距離 那我們就去隔牆穿越 看看它會不會斷掉 那我的點從這邊開始算 出發 然後一路走到底 然後看看它的效果 那現在初步來講 應該是OK啦 那需要一個人幫我看畫面好嗎 戴老師 這邊 這邊 我要從這邊推進到底 推進到底 然後看這樣的跨距能不能過 好 我準備要出發你們就把我切進去 好切 那鋼廳我呢 可以告訴大家 整個市場的亂象 崩跌崩跌再崩跌 已經崩到已經崩到已經 大家都賠錢在做 看不懂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事情 還活著嗎 還活著嗎 好 沒死就不錯了 那 那應該這樣講 就是 在那邊就有了 所以不能背對 那我待會正向看看會不會過 那那個 如果說 各位這個時候有個專業要注意 死了 這個地方只要把lauter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過 好那我們就往那邊 往裡頭走到底 應該活著吧 好 切另外一機 好 切過來 好 不想努力了 Q妹 坐 坐 找乾爹求包養 好 我們找乾爹求包養 那 我們Q妹呢 今天呢 是一個 大家閨秀 漂亮的小女生 好 我們要把她求包養 好 條件是 365天風雨無阻 要帶她出門 好 每天呢 要報警處理 像這樣 報警處理 每天都要報警處理 好 那她雖然不是我的犬圈 我沒有犬圈 但是 基本上我們公司人 都把她當女兒在看待 好 我們的 犬圈 好 走吧 不行 WiFi的條件很重要